阿布故事 画蛇天祖 古时候,楚国有一家人祭祀祖先 找了一些人来帮忙 祭祀完毕后 主人把供桌上的一壶酒送给帮忙的人 让他们分着喝了 几个人看了看酒壶 觉得酒有点少 每人喝一口还不够 给一个人喝倒比较合适 于是他们几个就商量了一下 与其大家都喝得不过瘾 还不如让一个人喝个够 可是到底让谁喝呢 大家争论不休 有人提议说 要不我们在地上画蛇吧 谁先在地上画好一条蛇 这壶酒就归谁喝 大家都同意了 有一个人画得很快 一会儿就把蛇画好了 他端起酒壶正要喝酒 却发现别人还在画着 他很得意 想再显示一番 于是就端着酒壶给蛇画脚 就在这时 第二个人画好了蛇 就从他手中夺过酒壶说 你没见过蛇吗 蛇本来是没有脚的 你为什么要给它画脚呢 所以 第一个画好蛇的人不是你 而是我了 这壶酒 应该归我来喝 说完 他端起酒壶 咕咚咕咚 把一壶酒 全喝光了 那个画蛇天足的人 则在旁边 懊悔不已 成语画蛇天足 比喻做了多余的事 不但没有用处 反而不合适 讽刺了那些 做事多此一举 反而得不偿失的人